达哈布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金子 这里最初只是一个西奈半岛东部 与沙特一条海峡之隔的贝都英小渔村 至于这里为什么叫金子 已经没人说得清楚 也许因为从西奈山脉冲下的金沙 堆积在城镇脚下的冲击平原上 也许是对这里沙滩颜色的比喻 也许是对这个小镇无限未来的精准预言 无论过去如何 现在达哈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宝地 它被雄奇的花岗岩山脉和绿松石色的大海环抱 享有永不缺席的温暖阳光 以及远离喧嚣大都市的地理位置 常年气温在20至30度之间 夏季平均水温为27度 冬季则为21度 与热带地区的海岸不同 这里既不潮湿也不干燥 拥有完美的湿度 是当之无愧的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之地 如此优越的气候条件 加之沿岸缤纷的珊瑚礁群 和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 成就了达哈布 作为埃及珍宝级潜水 风帆和冲浪圣地的地位 其中蓝洞潜水 就是达哈布最响亮的名片之一 你还可以将这里 作为前往圣凯瑟灵修道院 和西奈沙漠探险的基地 神圣的西奈山从这里延伸插入海中 形成了不可思议的景观 我不确定摩西带领犹太人 在西奈旷野漂泊的四十年里 是否有来过此地 但我可以肯定的是 如今达哈布 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后花园 即使是疫情期间也未见减少 听完我以上的描绘 如果你认为 这只不过是红海岸边 众多游客扎堆的度假城市之一 那你可就小瞧它了 你很难用那些呆板的脸谱画的标签 来定义达哈布 这样一颗高贵有趣的灵魂 它像磁石一样 吸引着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 他们可能是潜水爱好者 风帆运动员 从西奈山朝圣归来在此斜角的信众 作家 画家等各类创意工作者 网络博主 外语之教 还有厌倦了大都市生活的开罗人 他们的职业 兴趣爱好 社会阶层 国籍语言各不相同 但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向往极度的精神自由 我曾跟一个咖啡馆的领班聊天 这个叫哈桑的开罗人告诉我 他厌倦了在开罗的生活 厌倦了西装领结 起早贪黑的日子 拥堵的交通 弥漫着柴油味的空气 密集的人口等这些大都市特有的馈赠 于是他卖掉了在开罗的一切 包括西装 电视机等 曾经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财产 带着全部积蓄来到这里生活 虽然这里收入比不上开罗的工作 但是他在这里重新寻获了自我 不再像之前那样紧张焦虑 可以睡到自然醒 每天与来自全球的年轻人打交道 让自己也处于一种被激活的状态 哈桑只是众多逃离开罗的埃及人之一 大约90%在达哈布经营店铺的老板 和打工的服务员 都来自开罗或西奈半岛以外的地区 这里的原住民 贝都因人世代 以打鱼和饲养骆驼为生 当达哈布成为年轻人的顿时乐园后 这些贝都因人索性当起了包租工 将土地和房屋租给大量涌入的外来人口 也有一些包租工不甘寂寞 购置皮卡车干起了接送游客 往返潜水点的生意 所以可别小瞧了你的司机 说不定他就是一位 拥有十几套房产的隐形富豪呢